為了要請問一下 趁這個空檔跟大家講一下 我原本出生是設計學院 那我是學設計的 今天請來講文學 我自己是亂讀的 那我也只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讀的書 還好大概將近五千了 我的標題是文學跟閱讀做自己的老師 很多人都把學問寄望在老師身上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 那怎麼說呢 那我們先來看 我說萬學之根是哲學 然後我們哲學分類分成八大類 這個有點古早 第一是文學、音樂、美術、雕塑、舞蹈、建築、戲劇跟電影 那我們看到後面三個 建築、戲劇跟電影 它是重合前面五個東西 大家先抓住這個minello 再來看 文字的意義 大家有沒有想過 我們跟琴奏有什麼差別 對 那這個東西是我們 國內在念大學的時候 大家不會去討論 一直想 可能會想到的時候 老師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問你一句 你可能覺得你上課都不聽 然後老師要這樣還告訴你說 你跟晃晃有什麼差別 所以他很盛情 那 嗯 我是這樣去定義 人類 之一於禽獸 與萬物之類 自然又抽象邏輯的推演跟思想能力 而且能夠將是抽象思想畫作文字 將是紀錄傳承跟延續 紀錄傳承跟延續 而形成一種文明 文學為什麼可以當藝術之手 文字就像一個畫面 那你可以為言大意 就像春秋龍一發 那留給讀者 無限寬廣解 無思想空間 也可以聚細明明 這樣一字一字去雕琢 刻出各種 城市分明複雜的那種概念跟氛圍 那當然底下就是講一些 這些東西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跟那個 那個 就是 主辦人要一下這個資料來看一下 那這邊時間不夠 我先跳過來 那對於我而言 什麼是文學 因為我自己是在做上業設計 跟企劃武漢的部分 那大概做了五六年 就像剛剛之前 副教授所講的 這個行業是為人家服務 他做的東西是商業行程 他不是做你想要喜歡的東西 所以我自己在接觸 比較從文學之後 反省的一些事情 那文學隊伍 我自己而言 他是一雙翅膀 他給予我思想的翱翔 對 我們都很想飛 人類的路 除了音樂以外 任何有型的藝術 就我們剛剛講的 雕刻啦 電影啦 建築啦 也好什麼東西都一樣 什麼樣的藝術 後面的七大藝術就是 他都會有一個型態 束縛了我們的想像 也就是我們看到這個東西 他應該要長這個樣子 他傳達什麼 然後永遠是一個畫面 記憶的課題 那只有文學 文學這種東西 我們透過文字 我們自己去想像 好比說我們在金庸裡面看到 經常你可以在網路上面 看到一堆人在那邊吵 黃龍到底誰演得好 是林一誠演得比較好 還是 還是 另外一位大陸的演員 他演得好 我一下子想不想他叫做 我只知道第一層 莫全 沒有 是 閱讀文學 閱讀文學是一種 自我的重塑與創造 對 自我的重塑與創造 這個在文學裡面 它的開放性 這是其他的藝術 望成莫及 文學在我的生活裡面扮演角色 疑惑時候的老師 孤單時候的情人 我不看黑書 師弟時候的朋友 那再來一次 文字的氣味 其實 它就鑲嵌在我們自己的記憶裡面 為什麼我們會這麼說 你看到一段文字的時候 事實上它是一個課題 那我們都聽過有一種 有一句話叫做作者遺詞 對 作者遺詞 當作者寫下這句話以後 他已經跟作者脫離連結 他脫離了一個連結以後 我們其他人在看這句話的時候 會產生自己的意義 所以文字的氣味 就會像現在 我們看到 我們感受過的記憶裡面 那 我回來講我的商業文學 商業文學是什麼 商業是經濟性的工序交換 講求的是效益 也價值 它就沒有時間讓你慢慢看 商業性質的文學講求 是讓讀者 快速清楚的理解 到達 寫作理論 那到達作者想要傳達一個影響的效果 待會兒我們會提到影響效果這種東西 跟伊利亞奧基的關係 也因此 他講求的是一種本質 是效率 廣告文案 尤其是這其中最代表的一個形式 他每一個字都要能夠受眾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讀者 閱聽中 能夠在最短時間 最驚鴻一瞥 馬上引起注意 馬上引起共鳴 甚至當你去記憶 那他真的能夠稱為文學嗎 我對文學領域比較嚴格 我對文學領域比較嚴格 那我們會看到一個文學的危機 因為大家過度往商業去傾斜 就像剛剛江振提到的報紙的相同化 它變成像一種次量 當一個社會凡事只追求效率 往商業化無限傾斜的時候 文學還有所謂的多元藝術價值 我所謂的多元藝術價值 我們光從報導裡面就看到 前面的東西 還有所有的不同類型的主題 其實它都已經變成一個 固定化的公司在呈現 那如果習慣商業鋪掉的話 我們對周遭的事物就會非常緊張 然後我們看到暢銷圖榜上面 都是叫人家賺大錢 怎麼變成CEO 或者是什麼的心靈遺志 有心資訊 吃喝玩樂 各種的報導文學 但是真正能夠讓我們大腦 產生聯想跟運作的文學作品 我們的行政院有統計過 這種作品一年讀不到兩本 真正的數字是0.87 連一本都不到 我不知道那87是因為大家翻 還是怎麼樣 可能是老師來看一下 喔好是老師我看 等每次考試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我很恨情詞 這順帶於提到 因為其實我當年也沒把數字燒完 但充分顯示我們這個社會 在追求數字跟充斥在物質的生活之下 大眾心靈是相對貧乏空洞 一年只有0.85本書 凡事只著也看得到 經濟效益來容量 也就是我們窮人只增加錢 再來我們要思考一下大學 大學等於職業訓練 這個東西是我看 小葉老師他在報紙上面 會怎麼擷取下來的 太重視職業訓練的結果 就是目前大部分教育最大的扭曲的現象 何秀銘老師有講過 教育的任務不應該是自我的限縮 我們現在教育一直在退縮 退縮到一個職業化的訓練 也就是說我們看戲所就可以知道說 你B.A.要幹什麼 這是一個很吊詭的現象 他就說欸 商業設計 畢業出來就要做設計 那我可以跟各位講 我畢業出來第一份工作是修圖 是母工 然後站過來我轉行銷 行銷之後我轉文案 網案之後我轉廣告 廣告之後我又回到行銷 行銷之後我變成一發業務 這些東西他都圍繞著一個 基本的概念是商業設計 也就是我們其實在學校裡面 不應該是一個職業訓練所 更不是藉由一個產學合作計畫 讓企業主得到一個免費低人勞工 然後我們馬英九總統說 我們的學生畢業以後有25k到30k 我不知道他哪裡拿錢來補 這是其他的差了 我是想快樂樂樂樂樂不好嗎 我必須這樣講一下 只讀自己喜歡大眾文學 或是寥寥的劇作 比如說喜和記錄 比如說高中收集 偷偷看過精品 這樣講 不過他蠻讓我失望的 其實都只是停留在一個 幼兒期樂樂樂的象徵 我們要習慣 強迫自己去堅持 去面對樂樂樂的堅設 不好玩 不好看的無非 然後就更有機會 我們因為這些東西 因為這些我講實在話 因為這些透明 換取到更豐富的思想 建構線索 創造性的經驗跟哲理 什麼是專業語 專業者 我們在定義專業的時候 必須受到某種重量的違反 放棄某一部分的隨心所欲 你堅實面對的幻合抽象思維有效建構狀態 所謂的專業必須是實時保持一種謙虛的狀態 把自己放在一個成先起後的集體思維裡面 因為你前面有一些人 你後面有一些人 對 那在舉腳前人的哲理 整理出來的生活之後 在史基礎上不斷的情緒前進 思所常識 我會講這個原因 是因為大家其實在自己大學裡面 在學習專業的時候 你們在面對腳課書會很痛苦 這我知道我也經歷過 但是 我們在痛苦的時候 我們必須經歷過那種痛苦 才能夠 你說 太熱了 這讓人說 人家說斷尾求生 他可能沒什麼耐心吧 也不用那麼厭惡我 我 換回了我們剛剛 那我們在快樂樂樂樂的背後 我們想要換取一個經驗的話 不是靠老師 而是要靠自己的堅持 再來是我自己 我自己對本身文學的信仰跟責任 當一個社會只充斥一個倡導享受 為什麼不純粹變得快意的時候 看來看去其實大家會看到就是 酒吧到橘子 然後那幾本大眾或是商業文學 各位在這裡有看過陳玉慧老師的作品 陳玉慧的海神家族 對 或者是傷心咖啡店之歌 對 它是我學界寫的 OK 那其實這些都是在台灣裡面 蠻具代表性的一些文學 那它又不會太堅設 可是它又不會讓你覺得很枯燥 各位不妨可以去看一看感受一下 那其實台灣的閱讀總能口不算少 但總有人 必須吵得比較孤單 也專業的領域走下去 而它也會成為自己的老師 而且成為眾人心觀念的領導者 傳播者 那在座各位都 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這種種子 最後我要提到幾個 就是有關大眾 作為一個獨立而有品味的文學建商者 當大眾出版閱讀試堂那邊充滿了消費意識形態 以及虛假意識 所謂的虛假意識是什麼 就是大家都在定義 比如說 怎麼樣的一個曲線是女性最美的曲線 那你就會發覺其實大家講的都一樣 可是我就很納悶 我那時候學的古典美學 每一個女生看起來都肉肉亂 為什麼我們的現代的一個神美觀 是那種很受到一種不健康 為什麼 那我們就可以想想 它為什麼要告訴你 你穿二十四腰才是美 這件事情 它滿足 它這種意識 它滿足誰 滿足哪一種工業 這是虛假意識 那我們不能選擇性 只接收我們想看 或是由別人框架好的一個訊息 視覺觀 相反我們要更謙虛 更多元的角度去解讀 思考 解釋一些單一的事件 一篇文章 甚至是每一句話 它所背後指涉的 一式形態 也就是說我們要去挑戰 我們去看 我看到這個東西 它有幾哪角度可以思考 閱讀的真諦在這裡 避免自己落入媒體操弄民粹 商業操弄廣告 封關操弄事件大部分 盲空對象 最後我只講這一句 我非常喜歡它 政府不希望人民 能夠獨立思考 只希望它能剛好聰明到可以開動機器 而且又剛好笨到 所以去接收現實 這是喬治愷 謝謝大家 再例行 補營 封